要我胸罩跟內褲都要脫掉 我是一直很抗拒的 因為我覺得我又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也沒有收出我有任何違規的東西 我憑什麼要脫 但是後來就是他肆意說要翻給他看 就是我的胸罩是他這樣摸了 手放進來然後摸著我的內衣摸了一圈 之後內褲是叫我半脫的 然後後來我想說這樣就算了 這樣我已經覺得已經很屈辱了 沒有他後來叫我示意把我的屁股搬開 我覺得這個行為是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 他叫我搬開 然後因為我跟他講說I don't like 然後他說他就還是搖搖頭就是要你配合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不配合的狀況下 我會被怎麼樣所以我還是配合了 然後但我已經就是情緒很高漲 我就覺得然後後來他就說前面也要 他叫我前面也要搬給他看 他沒有碰到我 但是他就是你要肆意撥給他看 我就前面也撥給他看 然後我就哭著離開這個海關 我那天是我想要 因為我們是14個好朋友一起去潛水 然後我們大家都 我是拖運行李箱嘛 就是那個挖鞋箱 我們到機場的時候一次一路上 就是不管從桃園機場到柏流機場 一路上我們的過海關的那個就是 造我們的行李箱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在過移民館的時候 柏流不知道為什麼動作效率不是很好 我們過移民館這件事大家 我們等了一個半小時才過移民館那邊 就是確認護照的地方 然後他就因為一個半小時真的太久 我們就去上廁所 就是去拿行李的時候去上廁所 然後再去檢查 因為他們那是人工檢查你的行李 所以我們的行李是全部被翻開看的 那檢查也沒問題 他突然就指示我說 欸你跟著這兩個女的走 就是兩個女海關走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語言不通嘛 我也很表明的講說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來自哪裡 他有問我你來自哪裡 看著我護照 然後都check了 然後check我住哪裡 我住在潛水店 就是我們去旅行的地方 然後他也都ok了 然後就帶去小小店 我就突然很緊張靠到他門關上了 我想說要怎樣 後來他就示意我要把衣服脫掉 然後我就說可以不要嗎 就是然後他就說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 然後就好脫了 然後他要我胸罩跟內褲都要脫掉 我是一直很抗拒的 因為我覺得 我又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因為沒有收出我有任何違規的東西 我憑什麼要脫 但是後來就是他示意說 要翻給他看 就是我的胸罩是 他這樣摸了一手分 手放進來 然後摸著我的內衣摸了一圈 之後 內褲是叫我半脫的 然後後來我想說這樣就算了 這樣我已經覺得 已經很屈辱了 沒有 他後來叫我 示意把我的屁股搬開 我覺得這個行為 是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 他叫我搬開 然後 因為我跟他講說 I don't like 然後他說 他就還是搖搖頭 就是要你配合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不配合的狀況下 我會被怎麼樣 所以我還是配合了 然後但我已經 就是情緒很高漲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只是來潛水了 我們只是來領250塊觀光補助喔 我還改時間喔 我是原本要 原本要 原本要 暑假去 我為了領那個250塊觀光補助去的 然後後來 他就說前面也要 他叫我前面也要搬給他看 他沒有碰到我 但是他就是 你要肆意撥給他看 我就前面也撥給他看 然後我就哭著離開 這個海關 然後他原本還有叫我 然後可是我真的太生氣 我就直接躲門而出 然後就走了